所掌握 李文佑 一波進攻面對兩個人的包夾 兩分還是放進 夾縫中球生存 李文佑 往裡面打中距離的跳投 兩分要到 過進來看到佩真姐在籃下 不用猶豫就是出手了 李文佑 放一下進攻時間所剩不多 但這一個球 打進了 壓哨的球沒錯 李文佑 想要回進一個三分球也有 在關鍵時刻 蠻不好守的 李文佑 哇 空中的對抗造成了犯規 小拉一桿 剛剛起步距離有點 拍電的陳怡君他剛剛一開始上來 現在籃下兩分 然後三分兩分這樣連得了 七分 在暫停過後 要進行的是李文佑的兩次發球 並且台元再次把蔡佩真換上來 佩真姐在二樓抓籃板 李文佑 一人試一次這次有了 李文佑將三分球出手 力道稍微大了 但球還是在自己的手上 李文佑外線 三分球進 擊敗了進攻即時器 將比分再次追平 哇 一個高舉高打 再一個腳步 放進兩分 李文佑 這段時間不多 外線胡亭的出手 三分球進 這個真的很燙耶 這個我們慢慢已經發現了 來頒發的是第十六季的 WXXL單週 首週的最有價值球員 讓我們歡迎掌聲 送給台元隊的李文佑 有喜 邀請到的是台元隊的 知識教練 秋奇教練 來幫我們進行 獎項的頒發 李文佑本週 平均19.7分 7.3籃板 已超過四成的三分球 命中率 率領台元隊打出兩勝的戰績 獲得了本季 WXXL第一位 單週 最佳球員的肯定 來請看前方 謝謝 謝謝教練 我們請文佑 來單獨 來站在我們的視覺前方 來給美女朋友 來進行一張合照 好 謝謝 再次恭喜文佑 算贏 台元隊打出好的戰績 同時也獲得了 本季